这个是在我们胆囊结石的病人是最为关心的一个事情 其实我给大家先说一下鸡蛋的成分 鸡蛋我们都知道它的外壳是一个蛋壳 在里面是蛋清 中间是蛋黄 这个蛋清从我们医学上讲 它主要的成分就是蛋白质 而蛋黄的主要成分就是胆固醇 还有一部分脸脂 这其实大家在这里边最关心的是这个胆固醇的情况 正常的胆固醇其实对我们是有益的 它参与了我们体内的脑脸脂的代谢 通俗地讲它就是有补脑的作用 但是这个胆固醇过量了 吃多了 确实会形成一部分沉积到我们胆质里面 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结石 所以如果有胆固醇食这个病人呢 胆固醇食没有症状 他确实平时想吃鸡蛋 那我的建议就是 这个鸡蛋还是要吃 蛋清部分不会受影响 量可以吃大一些 但是对于蛋黄 一方面我们要补充我们的脑代谢的需要 那另一方面我们还要防止它吃的过量 引起了胆结石的发作 所以我建议对大部分病人吃上半个蛋黄比较合适 这样的话既不会引起我们的燃养缺乏 也不容易导致胆固醇食疼痛的发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